美股在周四收黑 而台股开盘之后是开低走低 盘中在台积电还有航运领跌下沙 指数击沙超过有470点 中场下跌了有482点 65点指数收在14343点 失守14400点关卡 一年没跌的低点 台积电的股价再创波段新低 中场大跌了有22.5元 收在453.5元 市值跌破了有12兆 联发科也大跌大约有6% 市值失守兆元大关 鸿海则下错了将近3% 市值下活到1.47兆元 而对此股民比较关注的是 国安基金是不是要来进场护盘了呢 对此行政院副院长沈仲金他表示 国安基金必要时将会研议 来稳定股市测试